这个醉酒女孩站在站台上摇摇晃晃 眼见列车就要迎面撞上 还好男孩太贤拉住了她 但女孩不仅没有感激 还瞪着个老大的白眼过去 上车后女孩的举止也很惊人 见青年不给老人让座 他直接甩手一个巴掌 没过多久女孩开始想吐 他扎巴了几下嘴又咽了下去 但最后还是忍不了了 吐得身旁老头一伸 你压得老子刚买的假发呀 这一幕可把一旁的太贤看呆了 这还不算过分 女孩醉到前一刻 叫了他一声亲爱的 这一下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没有办法 太贤只好把女孩背下车 本想着将其放在站台走人 但心里过意不去 只好把女孩带去旅馆 太贤想着洗个澡就走人 结果遇到警察来扫黄 害得自己关进了警局 隔天被放出来后 太贤因为没有照老妈说的 去父姑妈的相亲约定 结果又被老妈臭扁了一顿 好不容易摆脱了麻烦 结果女孩居然打来了电话 把太贤约去了奶茶店里 太贤以为对方是想请自己喝奶茶赔罪 结果却是 好家伙 这女孩怎么这么野蛮啊 太贤解释半天后 发现女孩今天格外迷人 夸了对方几句后 把女孩夸得脸蛋都要红了 接着又被带去小餐厅吃饭 期间女孩又来行侠仗义 把几个大叔泡学生妹的计划给搅黄了 几杯酒下肚后女孩却开始嚎啕大哭 原来她昨天跟男友分手了 这才把自己喝得鸣鼎大醉 结果女孩越喝越哭 太贤又把她送去了旅馆 看着眼前这睡美人 太贤内心不禁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隔天睡醒后 太贤也知道了女孩叫做智贤 对方对于两人在旅馆一起睡觉两次都毫不在意 太贤知道这段关系正式开始了 智贤隔三差五就找太贤约会 去到游乐园玩一整天都乐此不疲 还让太贤念自己写的剧本 虽然写得实在看不下去 但太贤不想挨揍 只好跟着脑补出了电影场景 这对小情侣来到河边 女孩智贤却想起了前男友 本来还一脸苦相 但转过头又把太贤推进水中 等到自己心情好了 才下水把她救了上来 经过这遭后 太贤也决定来出复仇计划 她撞其胆跑去搭讪路边美女 结果命中注定 这个美女就是智贤 糟了 后来两人深夜溜进游乐场 却偏偏撞见一个逃兵 逃兵抓住太贤后 便放走了智贤 剑部队已经包围上来 就要抓人 逃兵揪着太贤威胁到 让他们把自己的前女友带过来 看着自己死 此时一向大胆的智贤慌了 她害怕太贤出事 立马跑上去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就这样逃兵被戳中心头 投降并放走了太贤 两人重逢后 随之智贤再次变脸 直接甩了一巴掌过去 下次还敢吓我吗 敢不敢 隔天两人就像没事人一样 坐在列车里玩起了游戏 要是路人左脚先跨过红线 太贤就要挨巴掌 结果来了一群军人 这一下完了 随后两人又去打壁球 智贤打的是壁球 太贤则是用脸接球 去笔式基建 智贤一刀过去 完胜 两人像对小情侣一样 在校园亚马路 智贤穿了一天高跟鞋 脚酸的不行 结果就是 他穿球鞋 太贤穿高跟鞋 还玩起了捉人游戏 太贤心里很嫌弃 但没办法 也只好乖乖服从 虽然丢脸 不过玩了一天下来 心里还是挺乐呵的 在一百天纪念日这天 智贤打来电话 他让太贤去学校 给自己送玫瑰花 可那是女子学校呀 太贤只能伪装成 外卖员混进学校 他一推门进去 所有女孩都看着他 本想着尴尬走人 耳边却传来一曲卡农 弹奏者正是智贤 太贤的内心似乎被戳中 他拿起玫瑰卸下伪装 在众目睽睽下 一步步的走了过去 而这是太贤第一次 给女孩送花 两人四目相对 仿佛在彼此的眼睛中 看见了往后余生 随后两人穿着高中制服 去到夜店蹦迪 结果智贤又喝得不省人事 但这次太贤没有送他去旅馆 而是送去了他家里 路上还被人塞了个套套 谁知去到智贤家后 智贤爸想来检验这个女婿 便让太贤把口袋都翻出来 结果看到了那个套套 这一下可好 智贤爸直接禁止 两人不再交往 智贤虽然胆大 但也拗不过父母 自此之后两人都没有了联系 几个月后 太贤这天还在相亲 却接到了智贤的电话 让他赶去对方那里 去到之后才发现 原来智贤也在相亲 趁着智贤去上厕所 太贤告诉相亲男十条规则 一 要为命适从 二 不要让他喝三杯以上 三 一定要点咖啡 别点饮料 四 被打的时候 一定要装作很痛 五 就算真的很痛 也要装作不痛 六 一百天纪念日时 要去给他送玫瑰 七 要学会基建和壁球 八 如果他高跟鞋 穿着不舒服 一定要和他换 九 小心别被抓了 最后要好好鼓励他的剧本写作 智贤听完深受感动 抛下相亲男冲去找太贤 虽然两人几次的擦肩而过 但最后终究还是命运般的相遇 而智贤也还是那个他 后来两人去爬山 智贤让太贤去另一个山头 试试能不能听见自己说话 这才知道 其实智贤心里依旧忘不了前男友 而他对于太贤 也很是满满的愧疚 之后他们来到松树底下 埋下了时间胶囊 等到两年后 两人再来打开 这次一别 两人也就真的两年不再见面 而在此期间 太贤为了让自己更优秀一点 去练习打壁球和基建 在网上写下两人的故事 并按照智贤写的剧本 去洽谈电影创作计划 去帮智贤完成他的电影梦 而两年过去 太贤来到松树下 却迟迟不见智贤人影 他只好先挖开了时间胶囊 这才知道 其实两人见面那天 是智贤前男友去世一周年继承 前男友妈妈想给他介绍新的对象 但还是被智贤拒绝了 遇到太贤后 虽然心里爱着对方 但他不敢面对太贤 他终究过不去 内心纳到坎儿 一年过后 智贤才来到松树这里 一个老头告诉他 曾经这里有棵松树 可却被雷电意外劈倒了 后来有个男孩 为了让自己心爱的女孩 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不会认不出来 便种了一棵一模一样的松树下去 而经过几年的沉淀 智贤也放下心里那块石头 他去参加了前男友妈妈的相亲 殊不知 过来相亲的人正是太贤 原来太贤的姑妈 就是之前前男友的妈妈 真的就是命中注定 而两人再次相见 无需多言 捉下那紧握的双手 足以表达 命运就是在你和所爱的人之间 牵起一座桥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我的野蛮女友》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